论与别财使节的信条 南怀锦讲述 子章问行 子曰 言中信 行赌敬 虽瞒莫之邦行矣 言不中信 行不赌敬 虽周里行忽哉 吏 则献其参于前也 再于 则献其矣于横也 夫然后行 子章书诸身 这个行 包括两重意义 一个是指行位 一个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 也就是外交工作 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 他当时的初始 便是行 后来 他回到汉朝 封的官是典属国 等于是现在的 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或外交部司长 管理附属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替苏武不平 认为汉朝代人病不后 苏武那么辛苦 那么忠义 回来只封这个官 太小了 古代的行人 就是派出去办外交的专使 大使 这位在上论中学前路的子章老兄 这时正在做行人 办外交的事 请教孔子要怎样办外交 孔子告诉了他千古名言 中国文化中的这位圣人 实在是了不起 他对官式外交和国民外交的原则 早已说了 我们现在的国民外交更普遍 但待人接物的原则 古今如一 第一 对人绝对诚恳 不要玩手段 正直坦率 这是最高的礼貌 第二 和不同文化 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相处 不要表现的太关心 过分的关心 也许被认为干涉他们的自由 他们莫有互相关心的习惯 反而感到麻烦 这不是说外国人不对 我们才对 这是文化基础不同 了解这一点 和任何异国人的交往都差不多 这里孔子告诉紫章 言语要忠信 忠 就是执心 信 讲出的话一定兑现 行为态度上要笃静 忠厚而成静 做到了这样 就是野蛮的人也可和他往来 蛮墨在中国古代 是指边疆的落后地区 讲到边疆 问题又来了 中国的安定 先看边疆 试看几百年来所发生的问题 都是边疆问题 边疆影响了国防问题 我曾在边疆做过事 发现还是我们汉人坏 有知识 聪明而欺负人 所以边疆人恨汉人 并不完全因为边疆人野蛮 而汉人莫有做到严忠信 行笃静 例如在西南各特别地区 汉人用鸡根缝衣服的针 换人家十几张牛皮 有的还其他们财物 女人 这种人实在不是人 太狠心了 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 对边疆问题多多留意 言不忠信 行不笃静 虽周里行忽哉 这句话的虽字很重要 如果言不忠信 行不笃静 就是自己的邻居 本周本里都走不通 在态度上 站就规规矩矩站在那里 随时好像面对长辈那样恭敬 坐在车上 就规规矩矩坐 身心修养 做到言行一致 就可以担当行人的任务了 子章听了孔子这些话 就写在衣服的衣袋上 准备随时警惕自己 加以注意 从这里开始 编排方式略有变化 看起来一条一条 都是为人出事的道理 但同上论的第五篇互相呼应 便很切实 下面就提到两个人 子曰 知灾 始于 帮有道如始 帮无道如始 君子哉 瞿博裕 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始就是拉弓射箭的箭 始于是魏国的大夫 孔子说他非常直 不管在哪众环境之下 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 他的行为 言谈 像射出去的箭一样 都是直的 不转弯的 在现在的社会上 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 但他们出事是落落寡河的 常会受到打击 遭遇重重痛苦 可是这众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到 直到不管什么环境 平时也好 乱世也好 帮有道也好 帮无道也好 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 同时始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 有些人心肠非常好 做朋友好极了 因为他能说直话 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 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 使人受不了 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 出发点是善意的 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 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 往往很难受的 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寒荣的胸襟 有时碰到这众讲直话的人 一次 二次 三次能够接受 到了四 五 六次时再受不了 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前部 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 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 否则就不行 孔子接住就说瞿博裕 前面再三提到瞿博裕 称赞他的行义 这个人了不起 国家社会有道时 出来做事 担当大任务 但在帮无道 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 他就卷而怀之 不发牢骚 也莫有什么怨言 他认为时代转便如无法挽回时 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 卷起来怀之 收藏起来 就不说话了 莫有表现了 这两个人 也是典型的对照 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 什么地区 都宁可直到而行 不转弯 这是前部中很好的 一种是像瞿博裕这样的人 比较才巨大 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 本身的名利心很淡薄 如孟子说的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 但等到真穷 真困难的时候 退下来卷而怀之 独善其身 往往心有不甘 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 下面引申这个道理 子曰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诗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诗言 知者不诗人 亦不诗言 这是讲为人出事的道理很难 孔子说 一个人可以和他讲之话 但自己怕得罪人 不像始于一样肯对他讲之话 这就对不起人 是不对的 是自己的朋友 如看到他发生错误 宁可下一个警告 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 自己还认他是朋友 他可以怨恨我 等到他失败了 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 那就对得起人 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 而不和他讲话 是对不起人 不应该的 有时候有些人 无法和他讲之话 如果对他讲之话 不但浪费 而且得罪人 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硬说的时候直说 既不诗人 也不诗言 这个道理使我们想到历史上范衰献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请教一次 两次 他都不说话 使推荐他的人很难堪 范衰说我提出来的计划 贡献出来 可以使秦国马上富强 国际坚称霸 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 莫有专心一意来听我的计划 所以不能讲 推荐的人后来再向秦王报告 因此第三次见面 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 并退了左右的人 单独和范衰献面 很客气的求教 范衰一篇话就把秦昭王说动了 立即发表他当首相 在战国的时候 这一类的事情很多 这就说明了说难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 朋友之间这样 乃至在家庭中父母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 去提出问题来谈 当然倒霉 这是时机不对 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 做人家的干部 在长官那里碰了大丁 回来 一肚子牢骚 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 心里正在烦 做干部的跑进去 报告不相干的事 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联 就正好触上了眉头 所谓 薄眼网速 逢比之怒 所以人与人之间 人与世之间 说话真难 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类激起来 才会了解的 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 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 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 说的不是时候 结果一线相左了 子曰 知识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我们惯用杀身成人这句话 就是出在论语这一篇 是孔子说的 这个人在这里 我们不做解释了 从上论一直讲下来 都是说人是孔门学问的中心 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中心思想 所谓知识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譬如有许多宗教家 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 抵触的是 他宁可舍掉性命 所谓以身殉道 畏畏道而死的 宗教徒中特别多 历史上的忠臣孝子 也就是这个观念 宁可牺牲 绝不为了生命 而妨碍了自己的 忠心思想或信仰 宁可杀身以成人 反面的意思 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 而去作为被人意的事了 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 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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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